欢迎收听OLC主日语音音响 2021年6月20日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马尔谷福音第四章 第三十五到四十一节 有一天傍晚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 门徒于是离开群众 在耶稣走了 与耶稣一起的 还有其他小船 忽然狂风大作 波浪打进船里 以至船 已积满了水 耶稣却在船尾 一枕而睡 门徒叫醒耶稣 给他说 师父 我们要死了 你不管吗 耶稣醒来 赤赫了风 并向海说 不要作声 平静吧 风就停止了 于是风平浪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胆怯 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 门徒非常惊惧 彼此说 这人到底是谁 连风 和海 也听从他 在今天的福音中 门徒们 与耶稣 在一起的时候 遇到了暴风 让他们的船 顿时有了下沉的危险 耶稣在船尾睡着了 但门徒们却非常害怕 所以他们叫醒了师父 请求他的帮助 耶稣被唤醒过来之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为门徒们解除恐惧 将风浪平息 耶稣对我们的爱 完美地反映出了 天赋慈祥的爱 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 极度恐惧时 就立刻帮助他们 恢复心里的平安 但是天主也期望 这些门徒们 即使身处危险之中 也能学习 圣子耶稣的榜样 信赖天主 因为深信天父的耶稣 信中的平安 使他不受狂风的干扰 在恶劣危险的环境下 仍然能够安睡 主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遇到危险 困难的时候 能够有耶稣的信德 能够有耶稣的信德 单单依靠天主的爱 来维持自己身心灵的平安吗 当巨大的恐惧 在睡觉 也努力地把他摇醒 请求他的帮助 相信 耶稣一定会像当年 在船上一样 显示出大能 来使风浪平静 让我们一起努力 在我们的生活中 所遇到的每一件事上 在耶稣的陪伴 和眷顾之下 都能带领我们 在信德的道路上迈进 而日益接近天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